而疫情指揮中心今天是公布 我們新增了三例境外移入的個案 那其中案505是在緬甸確診的 那他曾經跟案501一起用餐過 那另外一名同行的友人 也是在緬甸確診 那指揮中心有特別強調 這三個人不是在同一間公司 來聽聽發言人最新說明 新增三例的境外移入的確診個案 那分別是案504到506 那分別是菲律賓籍的20多歲的男性 跟本國籍的30多歲男性 還有本國籍也是多歲女性 那分別從菲律賓 緬甸跟日本入境 505這個個案 就是今年2月到緬甸經商 9月17號返國入境的時候 也是沒有不舒服的症狀 但他 是說明說他在緬甸當地曾跟這個 有某個確診個案一起用餐 那後來我們再進一步了解 那他的確就是跟案501 還有一起用餐 那這個確診個案是指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另外一位確診個案在緬甸確診 所以 這個跟 等於是他跟案505跟案501 還有另外一個個案 他們在9月6號有一起用餐 那這三位其實 跟就是案505跟這個確診個案 其實跟案501都不是同公司的 所以我大概把可能你們要問的問題 我都講完了 我都講完了 你是要是etus 我都講完了 她跟案505份 她的screen